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改善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志 我是小平 十年修得同傳度 百年修得共枕眠 男女能結婚夫妻是難得殊勝的姻緣 今天就要介紹一對夫妻 不然是珍惜姻緣 還紅毛一樣心 從黑頭變黃金 黃金變愛心 小平人 我們來看他們的照片 這就是今天的最佳男女主角 顏一輝師兄 顏黃靜宜師姐 二十三年前的結婚照 看起來很帥很美麗對不對 但是不瞞大家說 過去的他們曾經住在一起 但是不同心 不同調 我怎麼說 因為孫子很愛花錢 想起來 很欠 欠了什麼樣的程度 兩個人又花錢 只能點最小杯的可樂 兩個人說去喝嘛 如果肚子餓 只能在路邊攤自助餐吃吃的 雞腰就好了 但是進來實際之後 改變啦 變成什麼樣子呢 師姐原本愛花錢 現在不當頭髮 不買新衣服 還借他們先去黃昏市場 求人買到的 吃菜水果來吃 甚至有時候 兩百度夭 五塊的公子餅都不敢賣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了一個大怨 什麼怨呢 他們要捐錢 布施成就慈濟的職業 而且夫妻省吃減用 致敬已經捐了一千萬給慈濟 而且要繼續捐下去 到底如何辦到的呢 來看這對夫妻發大心 立大怨的故事 我去世祖前走出來 還要幫我打一個 對那個紙牌給他打來 然後搓一下 幫我打開的腳 我煮著輔助器慢慢的走 炎黃靜宜逢人 就熱情親切的打招呼 對他來說 出席親子成長班課程 與家長們分享佛法的心得 使他心中充滿發喜 甚至暫時忘記了 人工髋關節所帶來的疼痛 我早安家去找一趟 早一趟 不然我裡面那個症子 去落下 還是怎樣 就飛起了 對 我的頭 來來來幫我穿 幫我穿 讓我穿 讓你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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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接著小朋友 等一下 也依序跟著我們的對付爸爸媽媽 依序出分 回到102以及104的教室 說我待會兒分享 不要分享進行先放這段 大便跟他笑嘛 我也贏了 你看看我這種口罩 我這次 我跟他笑嘛 我贏了 我很得意的 近年他近年來走到我面前跟他講說 好 就算你贏了 你在我的心裡是討厭的 討厭的 給他看到我大聲 他跟我走去走 我說 不會吧 我還長得這麼漂亮又這麼年輕 我先生怎麼會討厭我 相愛容易相處難 剛踏入婚姻時的炎黃靜怡 總是挑剔先生的小氣 也常因為雙方對處理事情的態度不同而吵架 直到為了想拉先生一起進慈祭 同行菩薩道 他才漸漸改掉习氣 學會調和自己的聲色 他是一個比我自己 還要堅信我的婚姻的人 他告訴我說 你的婚姻非常好 你只是不知道相處之道 那改變他自己 可能他先生一點一滴都看在眼裡 所以我感覺說 真的要改變自己 要去感化對方實在不容易 就像我先生我進來之際 我要改變我先生 我自己都還做不到 真正的心就是要照顧人群 要身體的力量 要去救助好人的救生 炎黃靜怡 鍥而不捨的精神 也同樣展現在照顧會員上 除了拜訪 他每天早晚總是透過簡訊和電話 關心會員 就像個後援啦啦隊一樣 經常給予對方加油打氣 黃師兄阿彌陀佛 你好師姐 你好師姐 你好師姐喔 你好師姐喔 好家娘你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啦 你們在授證啊 讓你們這尊菩薩真正是 念足嘛 嗯 我剛才有刮耶 嗯 我剛才不敢刮 不敢刮 不敢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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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吃 刮到最新 對 好害怕像這樣 我跟妳說 不敢刮那條 老婆給妳這個身體 妳要刮好啊 這樣不才是真正的優好 對不對 做事要有刮心啦 對 哪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無關是用電話說的 還是用簡訊啦 那就是都一直 一直這樣不斷的 你跟我那個 我心裡真的 我跟她說 跟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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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有夠煩的 我實在 他也是 他也是這樣 跟她說 跟她說 我就是這樣 這樣就 就是看她說 給她這種精神 是要給她 受她 很大的感動 對 這是我跟她說 我知道 我知道 奶和無法定心 為了勸導對方戒嚴 李延黃靖怡 即使踢到鐵板 也不放棄 因為她期許自己 要接引更多人 進入慈濟的大道場 讓他們能找回 清靜自在的人生 好事大家做 大家做好事 做好事不能少你一人 所以菩薩不是 木雕泥術 而是可以走路人群 活生生的 這對夫妻 今天來到了我們現場 剛剛易徽師兄 還有靖怡師姐 阿母同心 真是 黑頭變黃金 黃金就能變愛心 如果自己得到了法喜 也要影響他人 這位是你們的小姬 我們的邱怡清師姐 感恩 如果播出的時候 你已經受贈了 恭喜你 又是佛心失智掛在胸前 我先來請教孫兒 這個要關錢 說實在 不是很難 但是要關一百 關兩百之後 都關到一千萬 不是一般的人 都有辦法做到的 師姐那時候怎麼 會想要發這樣的意願 布施對你來講 到底有什麼樣的影響 或是你有什麼樣的期待 影響就是 因為我以前很浪費 很會花錢 那花錢也是在消自己的福 那因為受到慈激的影響 看到上人就是 精神也是自力更生 而且又大家很節省 那上人又為了要救眾生 像人說他要救生 救生要救生 要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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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救到優性的建設 來淨化無性的心 那我又看到上人那麼辛苦 又有感 那我自己的力量又很微薄 那上人說有願啊 就有力啊 所以我就想說 兩個籠筒圓滿了 乾脆就發大願 乞丐發大願 看我這四個人 關一千萬 慈濟 就是這樣的一個願力 那一方面也表達 我們雖然沒有這麼大的能力 可是我們有那麼大的願力 來支持上人 是這樣 有願就有力 有心就有福 對 所以你把過去那些 比較貪腐享受的慾望都降低 甚至把它歸零 就開始來關錢 但是我請教一下 第一百萬 你是怎麼欠債的 我師兄他是 他以前是公務人員 是 台灣產物保險 還沒有名義化以前 他是公家 要薪水固定 對 固定一個月差不多兩三萬 其實沒有這個 不過他一個很大的優點 他很夠欠錢 所以他有存了三十幾萬 我看到他三十幾萬的時候 我就趕快去跟佛菩薩發願 我希望他能夠捐三十萬給十幾 因為他的三十萬 我來問他 你上達祖天丁祖婆丁 但是有沒有進入他的心 似乎更重要 他那時候因為聽到祥年說要欺騙他 有形的建設要來救眾生的苦 他有感動啊 但是你本來就很欠了 我剛才開場說 又回到那時候 點最小杯的飲料 兩個人說 喝水素食店不用錢的冷氣 他看到你的口租 頭上頭有三十幾萬 他跟你說要拿出來關的時候 你當下的感覺是什麼 我當下聽他說 要叫我捐三十萬 我當然是不以為難 不以為難 對 後來就是因為師姐 剛才他有講說 他在家裡面的菩薩面前前前程的發願 對 然後他又介紹給我一位師姐 那位師姐是跟我結很好的緣 是 那位師姐他本身也是榮董 他又在跟我講了很多有關這方面的 然後我後來我就想說 反正我那時候是有在上班 對 下個月還是有薪水會進來 對 那我就鼓起勇氣 就把這第一筆這個三十萬就先捐出去 但是他的三十萬夠了 你之後還欠七十萬 那七十萬怎麼來了 七十萬 就是師兄白天上班 然後傳入保險 晚上兼差做人壽險 本身他是讀保險系的 就是這樣的姻緣 所以晚上他有時候要打那個保單 我們家也沒有那個印表機 又沒有電腦 所以他要到公司去 去幫客戶做那個保險檔 然後就做到我陪他到凌晨兩三點 他都還在做 可是他他的精神又很好 他為了要捐款給師姐 要原本這一百萬 我已經在那肚子這樣 可是他還是精神抖鎖 原本是你比較興趣處 但是後來結果他充得比你快 所以開園就是白天的工作之外 晚上在兼差 然後節流就是節省生活的開銷 你們有辦法到菜市場 黃文市場是撿人家不要的青菜水果 不只啊 我們還到環保站 那時候早期在做環保的時候 等著要不要的青菜 也不要的衣服 那我們兩個夫妻的衣服 都沒有去買了 扣衣服等一下穿 包括我親戚朋友 會員生孩子啊 我們每個月要捐給慈濟的一百萬 要圓滿都很難啊 那還有多餘的金錢 所以就去撿職員回收的衣服 那衣服都很漂亮 都新的 包一包拿去送給會員 說這是慈濟職員回收 要給人的祝福 然後會員衣服一打開來看 我們都很感動的 為什麼要送 哪有這麼好的衣服 大富有天小富有錢 您聽得出來 這對夫妻也不是含著金湯匙出來 就是靠著不斷的開源節流 來欠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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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萬兩百萬 這次已經超過一千萬了 如果是這樣 其實輸桌了 還喝痛呢 辛酷病痛 他可以把他開刀的錢 忍下來省下來 也要成就慈濟的職業 我們要看下面這張影片 來 又香又甜的水果 噢 洗淨什麼 好乾 在外人眼裡 這也許是個清貧的家庭 租屋在頂樓加蓋房 只有十幾坪大小 用二手家具 穿回收衣服 但對炎黃靖怡來說 現在的生活 卻是簡單而快樂 一般人拼命追求的財富 夫妻倆卻將他視為生外之物 那我何必要那麼多 我夠就好啦 對不對 那我更快樂 欸 我 我不只覺得我夠 我很有夠的 我很有春的 我還有幫他補兮幫忙 把人 在分享的時候 我都時常很想說 口袋裡面全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跑出去 不見了 變不見了 也不是自己能預料的 錢留在全責裡面 是一灘死水 把他提出來做一個 可以利益眾生的工作 何樂而不為 當初為了圓滿溶筒的心願 這對可愛的夫妻 到黃昏市場 撿順菜水果 穿人家不要的就衣 一心一念 都只為了省錢不失 好幫助更多的人 可以腳踏進來這個瓷器 做瓷器 我就要很敬佩他們了 我後來我有去剪那個菜 結果我要去菜市場剪菜 我就蹲下去下面要剪的時候 那個菜商就用那個菜去掀菜 這樣甩甩 把那個水都甩到我頭上了 我想說我就放棄了 因為炎黃靜怡行走不方便 炎一輝有時便會騎著機車 載著他一起到會員的公司 收工得款 比起過去的冷漠 現在的他對太太多了份關心 這讓炎黃靜怡感到特別窩心 大家好 老闆娘 大家好 老闆娘 我今天不記得帶禁絲魚來 真的很可笑 沒關係 但是你們收集上面 裡面都有一支禁絲魚 煩鋒大量 這你都做得夠了 你最有大量的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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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 等一下你們的賛款 我整個把文靈收安 我們現在好希望他每個月都能夠來收工得金 因為他一來他就會講好多那個 反正他就會講好多事讓我們大家聽了都很歡喜就對了 是的 我看你的大名 來 人的身體如果有殘缺 不算苦 人性的殘缺 這是真的苦 人性的殘缺 不是說 只有我們人的辛苦 有什麼 少一支腳 少一支手 叫做人性的殘缺 你心靈 心靈 如果不健康 就是人性的殘缺 有在那邊看 什麼 近前的師兄要去 防保戰 救生 現在因為 福報現場 會員 你看他一點點 就是一點點而已 炎黃靜怡和大家的互動 就像是家人般自在 簡單的問候總能溫暖對方的心 拉長情或大愛 不吝嗇給予他人關懷與協助 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財富 人間菩薩到招生 真的是一生無量 從你們兩位身上看到了 那個 出發心 尤其是上人給兩位 受政委員時候的法號 師兄是 為皆 皆飲的皆 師姐是綠營 歡迎的營 這個可是大有含義 很大的祝福 蘇貞你怎麼看台師 你的祝福 就是 上人可能期待 我們要去人間菩薩大招生 迎接人間的菩薩 身旁這位就是 您曾經三更半夜打電話給他 因為生活上真的有些苦悶 他從來沒有露接你的電話 沒有 對 我常會露接他的電話 但他會跟我講說 一切你千萬不要露接電話 因為這個可能是佛祖打給你的 唉唷 因為他就如你的觀思音菩薩 聞聲救苦啊 他是一個非常細心 然後很會觀察入圍的人 特別是他的腳 他的腳先天性的髖關節發育不良 也讓你很感動 非常感動 其實師姐他有一段時間 其實也在我人生命令 就是 怎麼講 婚姻 比較不定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也是剛好 他的腳最不舒服 唉唷 對 可是我就想 我那時候沒有真正的感受到 他的痛從來不會告訴別人 因為我在想 他家住那麼高六樓 對 他每天可以爬上爬下 應該也沒有很痛 可是我後來才知道 他痛的時候 是在家裡用爬的 完全沒有辦法起身 很多的觀眾朋友都覺得 嗯 這兩位阿夢 真的 但沒辦法說 一千萬 你不要管給主席 你可以買一個有電腿的公務 或是大樓 華夏來大 你每天扶稿剝 八樓去八樓去 而且 你的 腳又不方便 osh 你還關罪啊 因為我在 2006年的時候 後有發作 發作又不怕 anki 喔 這坐在地上了 然後 我跟師兄 說 那香港 快我上來一起辭院 送到辭院的時候 醫生 你這個 要換人工況 一人 我就說 很好 如果 要換就換 然後醫生是說 那這個要用智慧的材料比較好 智慧要十幾萬 我就說好啊好啊十幾萬 就都辦手續辦好 住院手續辦好 可是還差不多要兩個月時間才會開刀 我當時我就想說 哇這輩子發願要捐一千萬給慈濟 都還沒有圓滿 我看他現在花這麼多錢 心裡就起了一種很慚愧跟懺悔心 我覺得這好像花到上人的錢 所以我心裡就毅然 我就把那十幾萬通通捐出去 我希望能夠找日圓滿濃度 我沒有想到我的病痛 我就想到說上人真的很需要大家支持 因為我覺得上人 都想到上人都很不敢 你自己行動也不方便腳也會痛 可是痛你不要去想他 他的痛就會離開你 但是上人痛眾生的痛才是事實 你自己痛快痛快 對 天下眾生那麼多苦啊 對不對 那我們要支持上人啊 要讓上人去揪更多眾生 上人也要有力量啊 對啊 孫子 你不敢嗎 我就不敢 因為說實在 他連要開刀的錢都捐出去 我覺得也是真的不可思議 那時候我很擔心 因為我一定會擔心的 萬一他就繼續嚴重下去怎麼辦 對啊 如果最後真的不良於行怎麼辦 對 我都有想到這個後果 我其實很擔心 可是看他的意志力那麼堅強 那麼堅定 我只有祝福他了 休聽啦 祝福他 我們兩個就是一樣嘛 對 對 阿莫敢心嗎 嗯 好 流下歡喜的眼淚啊 其實不僅我們的怡親師姐 很感恩這對夫妻啊 還有無數的人說不出來的人啊 也是抱持著這樣的心態 我們看下面這段影片 也是一位受助於他們的人 的心得分享 靜益師姐謝謝你 真的很感謝你 因為媽媽往生那一天 你很忙 你甚至要去演講 可是你還是幫我們找了很多師兄師姐 幫媽媽做註念 甚至到晚上的時候 都一直有很多師兄師姐 一直來幫媽媽做註念 在練完八小時的初戀 媽媽身體非常的慈祥 非常的 身體非常的柔軟 真的很感謝師姐 讓他 讓我們覺得他真的是 一路好走 也謝謝師兄 那一天很早很早 第一個甚至是第一個 來到我們家幫我們 很感謝你們的夫妻 這樣子對我們的幫忙 現在師姐身體不好 我希望師姐能夠 多多照顧自己 長長久久的帶我們 走這一條福地道路 謝謝師姐 感恩你 大恩不言謝 你真的很祝福你 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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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越來越進步了 走一步 走一步 我越來越進步了 走一步 不簡單 不簡單 後來 師姐還是換了這個 人工的關節 去年 去年 後來決定要換的原因是什麼 後來因為我實在是走不下去了 我要拿輔助器 生奶再到氣 還是要先把自己的身體顧好 對不對 最後請你們這個新發育的委員 來祝福你們 一路陪伴你八年多的這對夫妻好不好 好 如果說人生用事業的成功 來代表一個人的成就 那在一輝師兄還有靜音師姐上面 他讓我看到的是 就是用在走 在走 修行的這一條道路上的精進 經營自己人生 他是 我覺得他的會命的成長 讓我看到人生的成功 那他這樣子的一對夫妻 其實是我自己的家庭 我也跟法院 一定要追隨他們 一定要跟上 並報答他們對我的法情恩 好 對 祝福他們 所以我們 遠距不善 要繼續發大心立大願 祝福每個人的願望 願望都階成就兼圓滿 我相信你們會接引更多的人 來認同慈濟 來布施他們身外之武 對嗎 好 祝您感恩也祝福 希望師姐 身體越來越健康 越怕越在 感恩師兄 感恩 神明 愛 歇